我們歡迎Steven鎮替我們來講快還要更快 利用Curnal iPhone Offload機制落實高速並行低延遲的網路服務 如何透過一些Kernel的機制來去改變現有Network Server的效能 Network Server的話這邊可能會針對講說一些需要聯網的伺服器的服務 像是網頁伺服器或者是KeyValue Server 我今天又會針對KeyValue Server來做說明 好 那接著講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針對的題目是KeyValue Server的效能提升這樣子 那KeyValue Server可以想成說就是我今天有一個配對 就是資料結構的配對這樣子 那我給它一個鍵值它會給我對應的Value這樣子 那實際應用的場景就像是如果我今天是一個Web Server 那我是不是拿到一個UIL我要去資料庫找對應的網頁的內容這樣 那正常的流程可能會去那個就是Backend Storage去找 那這樣會比較慢所以有另外派人就是把這種資料結構 就是我UIL對Web Content這個KeyValue Pair當成是這個 就是資料結構來存到Server 那他們又常常會把它放到Memory裡面 所以這樣就可以達到就是快速的服務這樣子 所以這是以Memory KeyValue Server 那實際的案例就像是大家可能聽過Redis或者KeyDV 這些就是KeyValue Server 那他們使用的就是Programming Model 就是叫做Event Driven的Architecture這樣子 那這個Architecture的好處是說 它可以就是高效能的去同時去服務多個Connection這樣子 就像是常見的案例可能 它會有一個類似Epo的Season Code 那它會去接收多個Client的Event的變化 來做對應的Event的Handling這樣子 那這邊來講一下就是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 那其實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不一定會部署在那個 就是Computer Science 可能其他的應用場景也有 那這邊舉的例子是服飾店的例子 就是一開始如果你是使用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的話 那在服飾店的案例可能會像說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顧客 就是衣服他從代售出變成售出的這個狀態轉換 他就會產生一個Event 那我們就叫這個Event Generator 那這個事件會怎麼去往後傳導 那他可能是透過收據的方式到就是背景的資料庫去處理 那根據收據的狀態 那我可以決定說如果今天是賣出一件衣服 那我是不是要根據這個Event來做對應的處理 那對應的處理可能是說 我今天要把庫存減移這樣子 那如果庫存減移我庫存還夠嗎 那不夠我們是不是要補貨這樣子 所以這是後面兩個算是Event Handling 那把他搬到那個Network Server的話 那他實際的應用案例會像是這樣 就是右邊的圖 可能一開始會有一個Event的產生 那Event產生常見的狀況是可能會Saki 那Saki可能他會有Event的變化 可能是現在課讀或可寫 那Event的產生這樣 那接著會透過Event的Channel來傳遞 那這邊舉的案例是 如果在Linux下的話 現在比較常見是用epo這個cson code 那他有對應的資料結構 可以來去傳遞這個Event它的內容這樣 那常見的用法可能是包含 就是你Event裡面會有這個Event的Type 或者是他想要傳遞的那個Message 那可能是用一個VoidPrinter去指這樣 那我拿到Event的細節之後 我就可以針對這是什麼Event的種類 來去做對應的動作這樣子 所以就是這邊的用語 他們會說是這叫Event Handle的這樣子 那不管是如果你是可讀的話 那他可能就會從另外一端的Saki 讀東西到我這一端的Saki這樣子 好那接著就是剛才有說到 就是如果我要去讀寫Saki的話 那這就是需要透過Cson Code來去做協助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希望就是我們在OS可以 應該是我們不希望我們在UserLabel就可以去控到硬體 所以我們作為系統會提供一個比較安全的服務 就像Cson Code來幫助我們達成硬體間的操作這樣子 那我這邊舉的例子是在Linensia System Code 是他的執行Flow是怎麼樣 那可能一開始就是你會有一個 使用的UserLibrary 那這邊舉的是Glibc 那假設我今天要用的系統呼叫是 選一個比較簡單的就是GetPID這樣 那他的功能是預期會回傳一個Process的ID 那他Glibc他提供一個Wrapper 那他的Wrapper可能會像是這樣子 就是他可能是用足語寫的 那他可能會填入一些 就是他會填進他的那個Season Code的Type 然後再觸發這個Supervisor Code這樣子 然後Supervisor Code觸發之後 他就會Trap進去Kernel 然後去找對應的Season Code Handler 去執行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把結果再存回某個Register 然後就把Control交回給UserLibrary這樣子 所以這是整個Season Code的Flow 那Season Code的Flow就是中間會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他模式的切換需要去做 暫存器的儲存跟復原 所以這是Season Code額外的成本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剛才講的ModeSwitch 它是直接的成本嘛 就是我一定要做的 就是我去復原跟儲存暫存器 那間接的成本是什麼 間接成本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因為有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希望Kernel的Context 可以被下一個UserContext去存取 相反也是 所以這時候我們如果做ModeSwitch的時候 我們很有可能會去Flash TLB這樣子 所以變成說如果我模式切換回來之後 我後續的對TLV的存取基本上都是一連串TLV miss 所以這個我們就叫它做間接的成本這樣子 那這個成本其實在那個就是Spectre跟Meltdown的那個安全漏洞修補之後 那這成本又更加提升這樣子 那你們可能會想說就是我今天如果教一個系統互交 它的模式切換的成本可能是微秒等級 那這是不是很低 確實很低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是換到另外一個場景 就像是一個如果是Io平凡操作的應用程式的話 那這個成本就會大幅提升 那IoIntensive Application實際案例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KeyValue Server 就是可以想像如果我今天這個Server要同時服務1萬個人 那1萬個人的連線同時湧入要求打入 那我是不是很有可能要在微秒內去服務 這應該說可能微秒內的等級去執行1萬IoOperation這樣子 所以這個Scale就整個拉起來變成說ModeSwitch的成本會被更加重視這樣子 那下面舉的這些數字就是實際案例就是在這個Spectre跟Meltdown的修補之後 對這些就是Web Server或Network Service它的效能損耗是怎麼樣 那接下來就是講說我們根據我們發現的一些事實來去改去想辦法去改善說 我們現有的服務的缺陷這樣子 那這張圖就是我去可以透過一些Profile Tool去看說我們現在這整個Application它Runtime的那個Function的Distribution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我是去Profile Redis的狀態 那可以看到這邊它主要的三峰就是可以看到就是這邊標出來就是它主要受到就是SeasonCode Read跟Ride的那個就是 這兩個Function是它主要的Bottleneck這樣子 因為它占比多嘛 那可以看到就是SeasonCode Read的就是那個Redis它會去讀Client打過來的那個請求這樣 所以這是要讀 那寫是說我今天讀到它的comment 那我去那個我的Dictionary去找對應的Value 要回傳答案給Client的話 我就需要ToggleWrite 所以這是這兩個SeasonCode之所以會出現的原因 那可以想像就是為什麼這會那麼頻繁 因為Client跟Server間的互動其實就是一個請求一個回覆嘛 所以這兩個系統呼叫就是會這麼頻繁出現這樣子 那這兩個系統呼叫的出現就是又印證了我們剛才說就是這些Network Server它是IO頻繁操作的應用這樣子 那process command它就是一個user端的就是rapper 所以就是它就沒有設計系統呼叫了 那process command其實就是說它把Client讀過來的comment做passing這樣子 因為Redis或者是其他keyValue Server它其實會去就是規範特定的protocol來決定說我要怎麼解析你的comment這樣子 所以這是user-level的所以我們就不管它這樣 那這邊想要總結一下就是目前我們看到keyValue Server它的bottleneck這樣子 那第一點是說Network Server它是IO頻繁操作的application 所以它IO頻繁操作它可能會涉及很多個SeasonCode尤其是在單位時間內 那過去的研究就是包含我過去有嘗試過將多個系統呼叫批次去執行 來去減少它的mode switch 那它確實可以達到一定的效能提升 但是SeasonCode batching它還是會有一些問題 像是我批次的系統呼叫就是要確保他們間沒有相異性的問題 就像是如果我今天有A跟B的系統呼叫那B需要A 那我A就一定要在B執行前執行完 我不能說我A要等到後面再批次再做 那B先做這樣是不行的 所以這是SeasonCode batching的缺陷這樣子 那event driven architecture它雖然可以處理就是多個連線 同時都處理多個連線 但是它的就是整個programming的model去限制說它event handler 它的執行是需要循序的執行 那循序的執行就是可以可想而知的就是說 在現有的就是多核的architecture下它其實很難發揮到效益 因為變成說我只有單核可以去循序的執行這樣子 那第三點是說就是傳統的neval stack 它會限制這個data transfer的效率這樣子 那實際案例就可以想像說如果今天一個資料 從physical socket進來之後 那我一層一層一層網上傳傳到經過kernel再到user 中間的安全性的檢查跟protocol的passing 其實是很費時跟也不能說浪費資源 就是比較費時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學派就是說它使用kernel bypassing的機制 來去就是跳過整個kernel 直接從user space可以去空到底下的dna 去直接去拿對面來的就是對面saki來的資料這樣 所以它可以達到高效能kernel bypassing 相對傳統的neval stack這樣子 但是缺點就是說kernel bypassing它的就是power consumption 是很多的 因為它的機制是說一直去polling它的那塊dna 那個regit上面看有沒有資料進來 那有我就馬上bypass這樣子 那第四點是說就是在不管在設計什麼應用程式 就是如果你是高效能的話其實有兩種策略 一種策略是說我就用single thread 那single thread它就是設計簡單 那設計簡單它可以不用考慮一些同步問題 就是它不需要考慮一些shared resource的競爭這樣子 但是缺點就是說我只用單核的話 在現在多核的架構下其實它是underutilize這個硬體這樣子 那如果換個方式如果我們今天用multi thread的話 它雖然可以就是好好的利用我們底下有的硬體的能力 但是它就會就是受到這些shared resource的競爭的問題這樣子 然後我下面畫的這張圖是那個就是呼應一下 就是single thread跟multi thread的設計 就是redis的話它是那個single thread的programming model這樣子 那KeyDB它是multi thread的programming model 那它們兩個都是KeyBerry server 所以我就用就是調整它那個configuration 它single thread的數量來去看它single thread的變化 可以發現就是其實到就是四個single thread以上的時候 其實它就很難scale上去了這樣子 好那接著就是講完現在遇到的問題 那我們提出了什麼方法來去嘗試解決這些缺陷這樣子 那後續我們就是說我們這專案叫kimso 就是它能我們希望這個專案就是它能達到高效能 那如何達到高效能 就是我們希望用新的programming model 叫programming model 那它對應的就是原本的eventry band architecture這樣子 那第二個是說我們想要使用asynchronous IO 那對應到原本就是用synchronous IO 那mrn threading model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server其實它說的多執行去執行 其實都是user level的multi thread這樣子 那我們會想嘗試就是除了user端的multi thread的話 我們kernel端也要對應到multi thread的kernel thread這樣子 那compatibility就是說我們希望就是我們的方法不侷限在特定硬體的資源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廣泛部署在甚至是個人的PC上面 那compatibility就是說我們就是盡量不要去改一些library 來就是讓我們就是很容易的去port我們的東西到其他的專案這樣子 那security就是說我們不想學kernel bypassing 我們不希望去就造成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bypass kernel 然後我們也不重編kernel 我們是以kernel extension的方式來做這樣子 那實際上這架構圖就像這樣子 那從上到下是user到kernel這樣子 那application的話就是可以想像就是內國server這樣子 那我們要改的地方就是把application的地方改成projector的pattern這樣子 那我們也會提供就是user跟kernel間的那個媒介 就是他們溝通媒介我們就叫做可想像成useradaption library這樣子 來幫助我們完成就是projector跟asynchronousIO之間的連接這樣子 那這邊也看到就是我們會把就是一些比較平凡呼叫的系統呼叫 改成asynchronousIO的模式 那你少數那一種就是單次執行的那我們可能就不去改你了 因為我們要offload他我們可能需要額外的成本 就是我們可能需要我們要offload他我們需要讓kernel知道 我要offload他的資料的種類啊他的參數是什麼嗎 所以那個資料板底其實還是有一些成本 所以我們變成說就是他如果是平凡呼叫的那我才做這件事情這樣子 那如果offload到kernel的時候我們要怎麼讓kernel知道 所以我們這邊建立了一個就是kernel跟user間就是可以share的一個message的queue這樣子 來讓我們就是不需要透過一些kernel方式像是什麼 copy userfromkernel之類的方式來搬移資料 我們會把user跟kernel的那個adress mapping到同一個physical的page這樣子 所以就變成可以達到zero copy這樣子 那我既然現在已經把要offload的season code 透過zero copy的方式傳到kernel 那誰來做呢 那我們也會maintain一些就是kernel thread 來去幫助我們做offload這樣子 那這邊有分兩種kernel thread這樣子 那等一下也會再介紹 就是這邊主要命名是mainwalker跟workuwalker這樣子 那就是可以看到這張圖就是我們其實 我們的module是建立在TCP IP stake上面 也就是說我們不會去改現有的neverstack 也不會做bypass這樣 那這張圖是說想解釋一下就是event-driven architecture 就是傳統的architecture跟我們projector的差別在哪裡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們這邊會有一個demultiplecer 那實際的對應的function可能是epo 那epo你收到一些event之後 後面會去做event handling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這是循序的執行 那每個event handler我們又可以把它拆成三等份 那包含就是資源的準備 跟你資源準備好之後我們要開始來做io了 那中間這比較長的就是io 那你io做完可能要做一些就是那個結果的確認 就像是我io打出去我可能要檢查它有沒有成功嘛 那所以我們就會把它當成紫色這一塊 所以一個event handler做完會接續做下一個 那很明顯就是看到的問題就是說 中間這塊很長的 它其實是不相依的 但是受限於event-driven architecture它沒辦法 它只能循序地執行這樣子 那我們的方法就是說 我們一樣也是用一樣的event handler 但是我們把它拆成三等份 然後我們前面這律師還是一樣是資源的準備 那我們準備完之後我們就把接下來要做的io operation 做offload down offload到kernel 那kernel剛才有提到嘛 就是會有一些plus那個worker會去幫忙做處理 所以便說我今天可以就是讓它兩個平行化的去執行 那執行完之後 我的地方depressor會根據就是 我執行的這個種類 來去呼叫對應的就是 compution handling這樣子 那實際一個系統呼叫它 執行的flow會變成怎麼樣呢 就是用我們東西之後 那它一開始就是application 它會填系統呼叫它的資訊 就包含它的系統呼叫種類 跟它的參數 填到那個submission buffer的entry這樣子 那這個是share buffer嘛 所以就是zeocopy 那這時候我們的kernel的walker 他就會去看說 這entry準備好了沒 那你準備好了之後 我就要開始offload offload offload 那offload的時候 就是系統呼叫有一些資源 就像是如果我今天讀某個file descriptor 那它可能就是它的檔案的東西還沒移到buffer kernel的buffer 所以變成說我可能還不能開始讀 所以這時候它可能會 你們可能會拿到一些 像是那個year game的這些error number這樣子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資源還沒準備好的狀態 我們就會把這個東西再交給另外一個walker 叫work queue的walker這樣子 來負責做處理 那它就是一直去等待它的狀態嘛 那不管你今天是走上面就是資源準備好的狀態 或者資源還沒準備好的狀態 如果今天我們的東西都做完之後 它就會把這個io operation的結果存回去 這個另外一個sharedbuffer這樣子 那叫completion的buffer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說user端的application 它會收到訊息說 好現在completion已經有完成了io operation了 那我們再把結果拿回來 去做後續的處理這樣子 所以實際的案例就是說 如果今天引用到radis裡面的話 那它走的flow大概會像這樣 就是有點像狀態機 那我快速帶過一下 就是初始化的情況 其實我們還是就保留原樣 那radis就留給radis原本的function 那kincel就是我們自己那個 自己custom的intercession function這樣子 那一開始我們要加一個 add a safe的io operation 因為我們假設會有人要連進來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進project的那個loop裡面 那假設我們前面發的這個 a safe已經完成之後 那我就要去做對應的a safe的covet function 那對應到剛才那三等份的圖 就是紫色的那個方塊這樣子 那我成功建立連線之後 我會假設說那一個人client 他可能有completion過來了 那所以我會新增read的operation這樣子 那除了read operation我們 因為前面這個a safe已經完成了 他是一個issue出去的io operation 那他完成之後 現在就是kernel已經沒有要做a safe的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還是要假設說有更多人要連進來 所以我們會再多加一個a safe function這樣子 那接著就是進下一個iteration 那假設假設我們這邊發的read已經讀完了 那我們就要做read callback這樣子 那read完我們知道client的comment之後 我們會去dictionary裡面查找嘛 查找看說我們的對應的key的value是什麼 那我們拿到value就是等於拿到答案 那我們拿到答案就是要回傳給client嘛 所以我們這邊會發write的operation這樣子 那萬一如果這個答案已經成功傳到對面了 那我成功了之後 那我就要再發下一個read 因為我會假設這個client他還會有下一個需求這樣子 好那走完這個flow之後我們就開始來進一下 就是我們怎麼去評估我們的效能提升這樣子 那這邊簡單介紹一下就是傳統上就是我們要評估key value server 它的效能會有幾種方式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就設計技術實驗來去看效能差異這樣子 那主要的第一種方式是我們會去混合set跟get的這個operation 去打這個舒服進來 然後去看說我們服務的這個舒服跟latency的表現這樣子 那set其實就是我根據某個key會去改他的value嘛 那get就是我給他一個key他會給我value這樣子 所以這是兩個operation的差別 那基本上就是1比9、5比5跟9比1這樣去打去看說效能差異 那可以看到就是我們我們是中間這個就是紫色的方塊圖是suproo 所以越高越好 那這個線圖的話是latency 越低越好這樣子 那latency我們這邊分兩種就是average latency 就是全部latency加起來去除以你打的request的數量 那最後下面這99th percentile的latency是說 我去看說最後一個人就是100比去看最後一個人 他的latency多少 那其實這個也是算是很常見的matrix這樣子 那這邊就是他的效能表現 那數字這邊我就先跳過 那除了剛才的那個評估之外 我們還會去看說request concurrency 就是說我希望就是我的server隨著連線進來的人跟連線請求越來越多 我們不會希望說他的效能會越來越差 正常會越來越差 但是我們希望說他不要就是一直往下降 或者是那個斜率太負太多這樣子 所以我們這邊實驗是說我們去改就是connection的number 那suproo也是一樣就是打滿 那去看說他suproo average latency跟tail latency的變化這樣子 那也可以看到就是第一張圖是suproo嘛 所以越高越好 所以kincel就是看到算很高的嘛 那後面latency也是一樣這樣子 那就越低越好 那request size就是說我們去改變就是我們comment打過來他的message size 去看他那個效能的變化 那我們這邊也是看三個標的就是suproo latency這樣子 那接著是說我們還會去針對就是kernel bypassing的方法去比較說我們的效能好不好這樣子 那我們是踩就是hybrid的去檢聽 所以我們CPU使用率如果沒有request的話就是0% 那有request的話雖然也是100% 但是這樣平均下來其實你把時間拉長 我們在可能10秒的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跟dbdk去做競爭的這樣子 那最後一張圖就是我想去比較說就是在不同的cloud instance上面去看說我們的效能差異這樣 那可以看到就是dbdk的方法就是這個橘色的他是sista 那他在不同的cloud environment他其實效能的差異是蠻大的 就是可能像是在這個我們的方法就是會贏他這樣子 那其他的平台雖然他會贏因為畢竟他bypass kernel嘛 所以他贏是正常的但是我們的方法會比較穩定這樣子 那最後結論就是說我們就是在這個研究討論的就是這個event driven server 他常見的performance issue 那第二點是說我們根據這些issue我們來去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那我們就在Inkernel的IoFloating的方法這樣子 那我們把就是我們提供的框架 那我們也成功把我們框架就是把現有的application引入到我們這框架 那最後是說我們除了supu要好 我們也不會去捨棄說我們換來的高latency 甚至power consumption我們有做討論這樣子 對那這是我今天的報告謝謝 大家有沒有問題 你好就是我想問說就沒有s 因為你們已經做出來一定有相對應的那個修改的部分 那有沒有可能把這個patch打到upstream去 應該不太行因為我們我們是始作在kernel module 所以他upstream基本上就是要一開始編好 那我們這個東西比較不是這麼general的solution 就是我們是針對那個server這樣 所以我們的那一塊東西應該是不太可能直接編到那upstream的image裡面 對 因為其實在kernel裡頭你可以去看一看去設定 喔對對對 所以其實有機會可以去處理到就是那個patch 喔對對對就是如果他們能接受就是 這是一個config option的話 那是有機會我是覺得是這樣 但是就是除了kernel就是user library要支援 所以我們的library要移到哪一個就是現有的library 其實也是一個問題這樣子 對 不過我覺得蠻值得走上去 喔好 對因為這個走上去的話應該會有通販地圖的那個代表 喔好謝謝 那個profiling的部分 你用了什麼工具 然後畫圖之類的 就是一些過程跟一些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嗎 謝謝 基本上就是 這一張 這一張 這個產生這個圖是那一個就是 可能在github打frame graph就有了 就是他總是那個greg什麼什麼的人 就是做的工具這樣子 那他那個工具主要吃的data是 用prof record的去記錄 就是你prof record下完之後 你會拿到一包那個data 那那一包data丟進來這一個 就是剛才我講的那個專欄的那個 就是那個的程式裡面 你把它丟進去 他就會產生這一張svg圖這樣子 對 還沒有問題 可以看一下15頁嗎 15頁 第2點 那個 對 那你是怎麼通知他那個worker的 是他是用bzloop還是用其他的通知 喔就是如果現在的流量是 就是蠻窄的話其實 為了達到高效能 其實worker是用polling去看那個entry這樣 但如果他偵測到一個threshold之後 發現沒有進來的request 他就會改成sleep and wait這樣子 好 因為我有看到說 你們沒有對那個 耗能做tread off 那我會怕說 如果你要把這東西 移植到那個個人電腦上面的話 他會有一些 如果你是使用bzloop的話 那他可能會有一些耗能 喔對就是如果 如果今天資料是蠻就是 request是 很頻繁打進來的話其實 就算用那個就是 sleep and wait的機制的話 其實他效能順暴也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 在蠻窄的時候 我們效能是跟其他scheme差不多的 但是如果效能 應該說request沒有蠻窄的話 其實我們是sleep and wait這樣子 就是他會切換模式這樣子 OK謝謝 大家還有沒有問題 想請教一下 你那個buffer size 什麼樣去做設置 基本上就是 要看你request打進來的數量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成 比較像是config file 就是給使用者來決定說 你今天面對到load 是怎麼樣的等級 來決定你的entry到底要開多大這樣子 對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鼓掌 再次感謝Steven Jones 謝謝 你給了密嗎 然後